誒 喔 已經有了 等一下 紅旗開魯絲了 靠搖 魯絲 今天在灌那個 顯卡新的驅動程式 好像還沒灌好啊 把那一把叫進來 該發的喔 看起來都發了 然後 這個東西 OK 看起來蠻正常的 FOR 已經到八百多了 這一季我應該還是會想辦法拼傳說 這季我應該還是會想辦法拼傳說 甚至看能不能拼高一點之類 電腦有點不堪負荷 明明昨天有去健身房 可是今天其實肌肉沒有很痠痛 可是蠻疲累的感覺 法師勝利 OK 經濟場 我在想大亂鬥那個任務 好不好考慮把它換掉 應該是德魯伊或是獵人 我們玩玩看德魯伊好 我還沒玩過德魯伊 我現在新的經濟場 我只玩過獵人跟薩滿而已 好 聖靈看守者超強 對啊 應該聖靈看守者比較強 至尊毛奇兵不錯 可是這個 這個要禁忌的戰吼 賭博性很高 應該說有賭博性 可是聖靈看守者 你很明確可以知道 他就是會做這兩件事其中一件 然後你可以指定 這樣代表他可以處理 三張三二手下 如果說你要把他效率最大的話 至少也可以處理兩張三二手下 跟一個法師或者是 盜賊或是德魯伊的英雄能力 所以很好 我在考慮要不要拿兇滿 可能應該拿一張兇滿 哪一張電鍍機械小兇 因為 他是一個 好 應該說他是集血 而且就是一個 體質會是OK的兩費手下 除非他被沈沒 或者是 用奇怪的方式叫出來 比如說 死亡領主 叫出來他就只會是222而已 這裡應該是叢林爆 因為他是野獸 然後他的 他前行這個能力 前行加四二也比 另外兩個體質好很多 聯賽觀眾應該算是 爛牌 差點點到了 OK 然後 黑鐵還是一樣很讚 至少跟這兩個比 黑鐵還是比較讚 四費吃四的好體質 就四費而言他的體質很好 五費的七四他的生命其實有點偏低 然後這也是好戰 OK 這一樣我們應該 我們現在有點缺兩費手下 算是第六張而已 可是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選為行裝甲 或者是再選一張野獸 可是我們已經有一張叢林爆 所以我們 看能不能讓我們的牌比較有多樣性 因為其實現在這兩個看不出來 到底誰會對我們未來的牌比較好 白銀這首長官喔 這種激勵牌其實可以考慮 第一點是他是三費三三 就體質面而言他不算太差 算是中下 中下 到一般之間啊 中到中下 可是這個激勵的效果 代表他的確 會是一個五費的手下 其實這三張都可以考慮 考慮猛虎的原因是因為他是野獸 然後現在德魯尼歐其實有很多野獸combo 超能坦克是因為他是一個八費的大怪 而且他基本上他是機械 然後 聖盾很好 代表 代表 就算是法師用火球跟英雄能力 也沒有辦法直接把超能坦克曼克斯給解掉 除非用便癢 嗯 白銀之后長官的好處是在於他的價值是無限的 你越多回合 他這個基地的價值就越高 但前提是太好活著 我來看白銀之后長官是五費你帶英雄能力跟一個一一新兵還有一個三三嗎 嗯 三三跟一一就五費來說是非常不划算 五費一張牌來說是非常不划算 因為我們有四四跟二二嘛 是那個 也是白銀之手系列的牌 白銀之手四重跟 是四重跟什麼 白銀有五費四四帶二二 所以這個機力一定要用到一次以上才會划算 這樣感覺就不大划算 因為其實這張出來應該會被瞄解 就如果是平局的話 所以變成這白銀之手長官是一張 在競技場而言是一張 你已經有蠻大的優勢 然後他會給你更大的優勢 可是這更大的優勢其實也沒有很大 就再多一個一一的白銀之手新兵而已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競技五 蒙古跟超能坦克 那現在的話 因為才第七張牌 所以我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會拿到一些大樹 所以我可能先選老虎 因為老虎 可以讓我們 如果之後選到 德綠相關的野獸combo的話會比較好 OK 這裡應該選一張啟動 選一張啟動之後 我選大怪會選比較開 比較 沒有那麼害怕 也可以再選一張兇滿跑銷 可是兇滿跑銷有一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假設你沒有 常優的話 兇滿跑銷都很虧 可是你又不得不用來接場 選野性之力 因為他有兩個功能 當一個好的兩費手下 或是可以全部手下加一加一 所以如果你現在很多手下的話 加一加一 就會變得比一個兩費手下來的還好 對調 好 我選選看大技技場經理好了 感覺會很爛啊 選選看 就是這個肌力可以好也可以不好 就如果他是後期才出來的話 這個肌力會很好 因為我每回合都可以從下他 對我們來說沒差 可是如果前期的話 這張 這張牌理論上是後期牌 如果你想要這個肌力是好肌力的話 因為三非二五其實這個體質 也沒有很吸引 也沒有特別吸引人 我們火焰德魯E也可以做到同樣的體質 先選他看看 揮擊必選 身體看守者也是必選 揮擊是基本上少數德魯EAOE 然後這個可以沉默跟造成傷害真的太強了 選一張大怪 OK 我們現在是0嘲諷 一張嘲諷 是電鍍機械小熊 我們有 兩張機械 我覺得老虎還是比較好 前行還是太強了 可以考慮選這張 不過德魯E職業牌有一些 有一些有帶嘲諷的人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立爪德魯EA 希望至少會來一張吧 兩費手下有 一二三 三張 其實一張不大夠 可是我們4費 我們4費可以再補一張雪人 這樣4費 這樣就蠻穩的 所以這裡應該補一張立爪德魯E 然後期待野獸COMBO 所以我們現在有野獸COMBO可以做了 這是一張野獸 然後 這是一張野獸 然後這邊是兩張野獸 可以 然後這裡是 黑衣多落者不選 因為我們沒有龍 我們大概也不會有龍 只剩14張牌 就算有龍 大概也是一兩張 然後拿黑衣多落者 去等這COMBO有點太難了 一直摩圖法會禿頭 不會啊 呵呵呵 所以我們大概再選一張雪人 兩張雪人 再選自然印記 一方面可以 一方面他可以當突發啦 不過通常他都是當 架式生命跟嘲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大部分都是這樣用 尖牙 我們可以選剃刀 不過應該選這個喔 剃刀 選剃刀是因為這11野獸 是野獸 可是這個好棒啊 這7費了66 然後會一直成長 好 白銀巡邏冠 巡邏兵 我們選一張凱戰嗎 有點想選凱戰 看一下喔 1 1 2 兩費手下好像不夠 1 2 3 兩費手下不夠 所以先選他來補兩費手下 劫略者超強啊 這個喔 可是他是7費66 代表你的前提是他會活過一輪 肉身殭屍跟伐木基是 伯仲之間 肉身殭屍真的超強 而且我們有可能要選肉身殭屍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已經有兩個學人 兩個看守者跟一個黑鐵 我現在4費手下是 非堅若磐石啊 然後我前期的確有點缺牌 前期只有微型裝甲 野心之力 銀白巡邏兵跟機械小熊 銀白巡邏兵還要 如果要攻擊的話 我第三龍還要用英雄能力 不能卡 所以肉身殭屍這裡 基本上是即時域啊 雖然大家都知道伐木基真的超讚 我沒有選機械康懶 所以我選肉身殭屍吧 我覺得 OK 我真的不是很想選銀白巡火兵欸 可是我沒有更好選擇 除非我好選機器人 可是我覺得機器人其實蠻爛的 因為 對面有優勢的時候 一個三二手下攻擊機器人就GG了 像我們兩費 比較起來一點 槍銅其實不錯 槍銅的好處是這個戰吼是永久的 所以他基本上 有可能比一個三位手下還好 因為他有兩點攻擊機是帶衝鋒的 而且是永久的 黑鐵只有一輪啊 一回合 可是槍銅是永久的 所以再來是槍銅 劇毒中止喔 爪擊 選爪擊來解牌後會寫吧 哇 雙狼 我們有機會嗎 還選一張鐵安 不保險 我覺得應該還是選雙狼 我們現在嘲諷 是超少 兩張 還三張 兩張嘲諷 可是我鐵安 第八輪下被描擊的經驗好多喔 那就爆炸了 看起來還是應該選鐵安 因為我也不能保證我第五輪會有優勢吧 OK 銀白騎兵超強 因為他衝鋒 然後帶聖盾 基本上你一定換掉一個你想換的東西 不然就先不要出他 恩 補嘲諷或精靈龍 我覺得應該是補精靈龍 鐵匠 鐵匠主要是因為他體質很好 嘖 我們這裡缺點東西 呵呵 再選一張爪擊好了 或者是選 銀費猩猩組王 因為野獸combo還有嘲諷的關係 想想看喔 爪擊啊 為什麼我覺得選爪擊才是對的選擇 可是我們現在這樣野獸有點少 看起來我只能拿到尖牙拿不到利爪 火焰也拿 火焰德魯伊也拿不到 還有個新的德魯伊什麼 我也沒拿到 只剩兩張了 我覺得還是選爪擊比較好 恩 大競技場精靈 我試費是穩穩的 我試費還蠻穩的 1 2 3 4 5 選哀嚎的話 會沉沒掉我自己的好戰狗 沉沒掉 主要是這一隻吧 2 5 跟3 5 2 5 跟3 5 其實還差蠻多的 想想看一個 一個可以解掉奴隸組 一個會讓奴隸組再攝影子出來 覺得是選哀嚎耶 還好只是比較難下而已 OK GO 現在是什麼角色 現在是 德魯伊 德魯伊競技場 才剛選完牌而已 等一下 我觸發BUG了 哇 剛剛那部超經典的耶 我原來想說要來解個圖了 可是看起來我那時候剛好找到對手 或是怎樣 狗剛好找到對手 所以我現在應該還是可以選牌 什麼BUG 也不算BUG啦 就是必然會發生事 然後BZ沒有處理 就是我找到 找到對手那一刹那 我馬上按取消 就是這個BUG 好 我也有選一張啟動 對面戰士 真的很需要三公的手下的感覺 留留看大競技場經歷好了 OK 算是 還算是順 可是現在很明顯就會看到 假設我 第四輪要出 第四輪 我第三輪出他的話 第四輪就不能用英雄能力 或者是 他就要飛回來 OK 那就先出這個高 假設他沒有勝利戰斧的話 這個會很難很難處理 而且我可以再用這個 這個來保護他 基本上賭他這七張牌裡面 沒有勝利戰斧 或是夢擊這些解牌方法 看起來是有 看起來是有 反正就是他想要馬上出一個良飛手下 跟他抗亨 然後希望 他下一輪可以換進來 竟然是鏡像開局 爪擊給你死啊 爪擊過來沒有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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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想看 兩點應該還是選三攻比較好 兩攻是對抗一些小手下 比較吃香 好 這裡可能下雪人會比較好 應該是雪人給的tempo比較高 像如果我剛下雪人的話 像他場上有個3 3 然後我雪人換進去 我還有一個4 2的雪人 就我會再多一張常有 因為這個不怕沉默 所以我下人要下 愛好靈魂也沒有阻礙 所以我不如先下這個 攻擊力比較高 好險我剛沒有下大精神 這個鬥雞場鬥士真的體質超群 體質超群 這個戰士 現在還可以跟我打 打成這樣平局的狀況代表 現在的meta真的很慢 再出一個小手下 基本上就是 你要被揮擊錶 斬殺用掉 那我的這個 這隻他大概是受不了 啊這樣我可以跟 愛好靈魂combo 基本上這樣就一定會被揮擊錶 好啊 在想我到底想不想要他回來 看起來是沒有衝鋒 可可 想要他回來嗎 我還蠻想撿那隻的 想想 撿那隻的話 我的鐵鞍會安全一點 所以就直接出鐵鞍 我想想 很喜歡鐵鞍聖三點生命這個概念 太容易被幹掉 鐵鞍是我唯一的大怪 除了 那個叫什麼來找 除了 除了 名字都忘光了 除了五分的四四 沒有一個手下會 加一加一那張 鐵鞍會是最大的怪 這張叫什麼 PC都出來了 所以現在也可以看出來一個3-5的好啊 這張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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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叫這個 這張叫什麼 這張叫什麼 這個叫做 那我是 這個叫做 等到 妥當一點啦 也可以出這隻,可是如果出這一隻的話,對面有一個 奇妙的AOE的話 就會損失殘重,譬如說抖歐 或是帶法上旋風掌 雖然帶法上旋風掌真的 不大可能 當真坦8滴,坦8滴的話我大概就要贏了 因為我現在手上有一個兇團補兇 對啊,贏了 戰士還是很弱勢啊 我想大家都看得出來 我是一個沒有抽牌的德魯伊啊 我基本上一張抽牌都沒有 對啊,我一張抽牌都沒有 不過手下體質還蠻好的 除了一些特別憨的 譬如說 銀白巡邏兵 我覺得就有點憨 打競技場也有點憨 三張 剩下都 還可以 就只有一張揮擊而已 像我第三輪的爪擊也很關鍵 第三輪我不用爪擊解的話 我們的手下數量就一樣 然後基本上我就會少打他 5點到臉上吧 應該說我的那個 衛星裝甲就會很容易的被處理掉 然後不會逼到他用一個 刺廢的衝鋒來換我的衛星裝甲 然後 法師就有點難過啦 應該還是不留血人 因為我們四費其實有兩張血人跟兩個 兩個看守者 然後還有一個 好像還有一個很不錯的四費手下 忘記是哪一張 然後還有一個黑鐵 這手也很不錯 可是因為對面是法師所以基本上這個應該很容易就會被解掉 這是什麼錢幣一個兩費手下 他如果錢幣一個兩費手下的話我們就可以看他錢幣出來的兩費手下來決定我們的 熊要是 一方面要不要出熊 一方面我們熊到底長什麼樣子 哇 好殘暴喔 好殘暴喔 想一下喔 想一下喔 假設我們熊出二三的話 我們熊應該絕對是出 我們現在應該一定是出三二手下 出三二手下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說這變成一個三三的話 我們二三手下會被瞄解 所以現在你絕對不是出惡星裝甲 應該最保險是出金銀龍 因為金銀龍不會被法術解掉 除非是烈焰火炮 他如果有這個騎手還有烈焰火炮的話 你基本上騎手就很好 我就說 他騎手很好 他基本上現在已經領先我們一隻手下 他 這都肉身降屍的強悍無處 本來龍曼 現在看起來比肉身降屍還好 因為他只會 越長越大黑 基本上他就一直領先我一隻二三手下 我嘲諷應該想要留著 所以 我先出 這個 可是現在他其實可以用 那個 法術來接掉這一隻 主要是寒冰劍 寒冰劍或秘法飛彈 都可以很有效的 喔 Fuck 所以這樣想要靠我臉5滴 然後 這樣不是一個好的play啊 這樣是 急攻盡力 他只看到眼前這5點傷害 他如果這樣子換的話 他這個可能可以再靠我臉5滴一次 所以這樣 其實沒有很好 所以我現在的選擇是要嘛出兩個兩費手下 要嘛出一個四費手下 應該先出一個四費手下 然後 就希望他沒有 沒有火球 好像有火球機率也是偏低啊 沒有火球 還好三三而已 因為火球不是 不是我的雪人吃就是我的鐵匠吃 看一下 我應該還是出鐵匠 他這隻要成長到武功是蠻有困難的 因為他的法力現在只有五顆 不過你可以看到他這個 哇不是吧 還有變陽喔 哇 這樣的話就 這樣就給他這個了 等一下還沒有LE所以我可以多鋪一個手下上來 不過你可以看到他一開始的那個 第一輪的TEMPO現在已經完全展現出來了 他這裡再一顆法術的話 我應該就輸了 可多還好 還是要換 可能要繳會解 自然印記是加 加刺生命跟嘲諷 現在這個其實不錯 因為 我沒牌了 然後他每個都可以回到我手上 然後回滿血 不過前這個問題是這個攻擊力有點太低了 現在烈焰的話我還是有點慘 他這個完全搞錯重點了 這樣對我來說還蠻好的 呵呵呵 你看他這樣回來對我來說就是好事 回辦公室啦 因為反正 我就沒手牌了 他應該先點這隻 他如果剛火球點這隻的話 他現在就可以把這隻解掉 除非我要繳會擊 我直接烈焰 法師還是強啊 現在我們手牌差距是 兩張的手牌差距 因為我現在是從三張牌裡面選擇出 他從五張牌裡面選擇出 所以手牌差距也是很大 然後雖然我是有長優沒有錯 我有長優可是我血量少 7D 英雄能力可以回血就是了 OMG 守不了啊 我看一下這應該要繳會擊 對呀 揮擊 爪擊 然後 這給他冰冰下去 火灰 火爪 順便放林雄能力回血 老虎變成冰凍老虎 也可以打臉 如果打臉的話我會輸給第三顆火球 或者是 彈兵劍 覺得我應該要賭啊 如果我不賭的話 老虎基本上還是會被點兩下 我想一下 我基本上等一下你要抽到大手下才會贏 然後這副沒有抽牌是會啟動 基本上是廢牌 打臉好了 希望他主動換進來 不過他現在有機會可以把我臉冰住 所以其實可能換掉比較好 因為這樣不然我英雄能力就被他廢掉了 第三顆火球無論如何我都會輸 基本上 我也愛 我算還是會被兩下點掉 我有這張啊 呵呵呵呵呵 8加3 11再加1 12 123 給他去GG啊 除非他不點我的臉 然後 除非他點 點我的臉 然後我的武衣活著 GG啊 對 這是一個拿不到抽牌的年代啊 我們雙方都沒有抽牌啊 雙方之後幾乎沒有抽牌 對雙方都沒有抽牌 這術士搞不好不錯 這術士可以用 可以用英雄能力抽牌 恩 恩 這種經濟場玩我應該會回這種傳說啊 試試看 該會吧 前期的牌基本上一定要留 紅隊人嗎 不是 OK OK 這張也很好 這樣我第四輪就有著弱了 因為我第四輪出這張的話 這個會被 沉沒掉 然後現在就希望他出一個三二手下 或是用英雄能力點我的 微型裝甲 一三啊 一三還蠻詭異的 一三會 我一定是用這個結啊 喂 恩 討兌 我怎麼不是嗎 很好啊 在哪 阿 阿 好棒 。 我爸發現我有 這個 然後就跑來關切我 咳 呃 現在基本上我們要打很被動 然後一直用英雄的力 因為 他手排很多嘛 所以他很有可能有烈焰 然後我們如果擺太多東西 要場上的話 被烈焰我們就GG了 後面小熊很搶眼 好 我可以把它帶來更見見識面 其實是一隻大熊 序酒嗎?沒有序酒啊 那時候 失戀之後我朋友給我了 呃 呃 想想看 應該除他 然後把他犧牲掉 因為如果用這個打的話 我在想要防暴風雪 應該還是要防一下暴風雪 新的男朋友 這隻熊原先是送給我前女友 結果他後來不要 然後叫我把它處理掉 可是我不能心把它丟掉 好 所以他現在就在這裡 他超熱 熊熊 這是什麼? 鏡像嗎? 下一輪 如果是鏡像的話 鏡像的話給他這隻 鏡像的話給他這隻 鏡像 鏡像 在冠石鐮刀鏈上 好感人故事 這麼多狗 所以假設我解掉這一隻的話 我如果用這個解掉這一隻 這個狀這一隻 這個狀這一隻 打臉4D 炸炸 衝紅加寶笑 來不及了 對,衝紅加寶笑就贏了 現在呢 他連火球都不點 現在應該也是會贏了 除非這隻防犯 這樣看喔 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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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花火核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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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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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看起來你們根本就不喜歡看競技場嘛,真是的 到底誰誤導我說大家喜歡看競技場的 還是我現在都在虐拆 好,接下來要養成,手上有咆哮就要算,到底會不會贏呢? 因為咆哮多出來的傷害通常很多 看起來這副還OK喔,我現在輸給一個法師而已 贏一個戰士跟一個法師 數字感覺會蠻難打的,因為現在我這副完全沒有抽牌,所以到了後期我應該會被抽牌給打爆 理論上 除了我前期就鋪好一個超讚長優,然後不會被他的AOE給解掉,或是他根本就沒有AOE 所以我看起來前期一定要穩住長優 對面感覺就是 在耍費啊,欸有東西 這個送給你 好險我選了兩張爪跡 爪跡真的感覺蠻好用的啊 基本上我用一張牌換一張牌,然後他對他自己的臉多打了兩滴 多打了三滴啊,不過自己臉也承受了一點傷害 OK 欸 自然印記基本上可以用,應該就直接把他用掉了 自然印記 下一輪可以考慮槍童加英雄能力 假設他一一不換進來的話 看起來是槍桶 或者是 或者是出這個也可以 槍桶比較難用就是了 然後我問如何這都會犧牲掉 槍桶 有不犧牲掉的方法嗎 不可能,我不可能有五點突發傷害 我不是法師 恩,除非我剛剛留那個爪跡 可是留那個爪跡也不切實際 恩,槍桶 恩 我沒有很想要用槍桶 因為現在用槍桶的話 一方面這個 兩費一二太弱了 一方面 這個加二攻 永久加二攻的戰吼 沒有體現他的價值 所以我可能先把 這個給噴出來 好可怕 這裡其實還可以一方面 考慮用鉛筆下槍桶 可是因為我手上握一張 AOE沉默 所以 基本上我會想要先出這一張 然後再 想辦法出槍桶 假設我現在留鉛筆的話 我等一下可以用鉛筆出戰爭魔像 OK 用鉛筆出戰爭魔像 比較好 OK 他其實丟的這隻 只是個二絲而已 所以 沒有特別傷 因為他有一部分價值 已經先 用戰吼形式 做出來了 OK 希望他一切良好 希望你沒有靈魂虹吸 希望你沒有兩點突發傷害 不過他應該會解掉這一隻 所以我這隻應該會活下來 這不記得他就是用這兩個解掉這一隻 可是他如果混火或是不穩定力量的話 他都可以用這隻解這個 然後用這個解這隻 超酷 這防不勝防 解掉好了 不然這個架子可能會給他帶很多架子 然後他現在手牌已經很多張 然後 我需要趕快有優勢 然後可能 跑笑一波把他帶走 21 下草風給他 所以我應該是下所有手下 下一攻 下十七 等一下跑笑是 一二三 七 七加 八十五 再加一 所以其實不夠 來再用一隻 當真 這樣應該就崩潰了 還有攻防 當真 看一下他的牌道有多強 當真有 還有 暗影之眼 虛無患者 然後還有一個大惡魔 現在是這隻 痾 強度不夠 還有飄浮 哇 GG 倒是 超過 剛剛好 食物 可是我覺得他的速視牌 他的牌其實還滿強的 佛陀聖 天梯比競技場還難打 月中再爬 太自虐了 狗聖太多 聖騎有很多型態 佛陀聖佛陀萬歲 競技場現在德魯伊強嗎 阿里恩 當然還是法師最強 其實所有職業的強度 應該都差不多 不是不是 我是說應該說 所有職業在 TGT出來 銀白聯賽出來之前跟之後 應該沒有差太多 當然還是有影響 主要是因為 強的普卡 其實沒有變得很多張 法師還是 我覺得法師還是最強 這點大家應該都了解 標這張 這個是 現在這張是我第三輪 或是第二輪 他出什麼東西我要馬上解掉 他就會用銀白擠 然後如果我第二輪用 銀白騎兵的話 第三輪就可以用 自然印記給他 加攻 或加 加生命 跟嘲諷 他這個條件只要使用英雄能力 所以無效的用英雄能力應該是OK的 所以他如果要用英雄能力的話 他這輪理論上就不能再做其他事了 除非他有一費手下 所以他沒有要用英雄能力 那我就用 就用這隻解掉那個 其實我可以全清耶 還蠻吸引人的 還蠻吸引人的 我可以用爪擊全清耶 可是我這裡到底怕什麼 我這裡有點怕 那 也沒有特別怕神 我先留著好了 這也不能打進這一隻 因為打進這一隻的話 他治療再打過來 這隻就 就GG了 痛 我要截掉 那一樣我盼 我現在就是用抓擊劍這一隻 因為他 這樣打的話 是他絕對不能治療這一隻 治療鋼那一輪 我現在沒有拿到一個好的 是非手下 所以我這裡應該不會用錢 天地 衛星裝甲 我直接打競技場 這樣我可以用槍銅把 變成一個血人 連續兩個月都傳說 競技場最後只有七勝 競技場比較難打 競技場應該會比較難高勝 因為 爛牌變多了 沒有奶票 沒有奶票 蛤 這樣會輸給神聖星星 可是我還是繞出 為什麼 因為他拿到神聖星星的機率也 算是低啊 他沒有神聖星星 這應該是 在暗影空來 這樣其實還可以接受 這樣我就要出 這個了 然後再用英雄能力 配合上這隻 來接這個 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解 因為我想要留這隻 當作功能牌 他如果說被我逼急了 他要用 先用那個 廢倫祝福來做事的話 就可以用 聲音看守者狠狠地 懲罰他 再者我的牌量有限 所以 我必須要 然後 節省度日子 這裡的問題是 要不要給他加4生命 加4生命 變成7點生命的話 不會被一些法術給解掉 所以我應該要這麼做 這隻不要死 我就應該贏了 87 嗯 沉默 如果真的要打得很穩的話 其實可以解這隻 然後 為什麼要解這隻 這隻的風險是在 生命乘以2 然後 心靈之火 然後 攻擊等於生命 假如都是10點傷害 他就可以解掉這隻 可是應該也不用防這種東西 接下來 下一個問題是 我要不要用 用 啟動出生命看守者 把這個幹掉 應該也不用 下一輪是 下一輪是 12 14 15 15 叮咚 來得好啊 來得好啊 不過我這啟動到要拿來幹嘛 OK OK 所以假設我上一輪先下生命看守者的話 其實會稍微好惹 神聖之火 神聖之火 所以我的確躲掉神聖之火 所以我的確躲掉神聖之火 呵呵呵 就是剛剛他是一個8-3的時候 我把他變成一個8-7代嘲諷 那裡我就躲掉神聖之火了 他其實可以先 他其實可以先 先他應該先思想切去 他是用這個抽到思想切去的嗎 星空 星空的話 對 假設我 扣著這張 扣著生命看守者的話 我可以防星空 可以防星空 所以我現在 輸給 一個 誰啊 一個法師 跟 一個術師 然後打贏戰士法師 跟 牧師 牧師 其實我覺得 就是 職業跟職業之間的差距 可能有拉大 因為現在爛的爛牌變多了 這兩個其實算有一點combo 現在爛的競技場牌變多了 所以 職業跟職業之間其實 差距應該是變大了 因為 雖然普卡 普卡數量增加 普卡就是一般的這種 卡增加 所以導致 像法師 的火球 就是這種普卡 導致法師比較難選到火球 可是相對的 一般職業 本來就很難選到 然後 一般職業本來就很難選到好卡 就譬如說 一般職業好卡 可能像這種稀有度 那他本來就比較難拿到這種牌 然後他的好卡 好牌的 這種好牌的 那個 濃度也變低了 因為有一大堆這種史詩 或者是 新的精良牌進來 然後都 沒有原先牌好 像薩滿我覺得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覺得他 變 從 爛變得 算超爛 因為薩滿要靠法術才能起來 可是 你現在薩滿要拿到法術 真是 難如登天啊 雖然薩滿有新進一個好的圖騰 好的兩費三死 哇當真 那我們就這樣解囉 他把憤怒用掉了 所以我這隻應該蠻安全的 這隻 如果說他不用手下解的話 那他pass過來就變3-2了 所以跟精英龍的意思一樣 然後因為他應該沒有法術 所以 理論上 精英龍這個 能力我現在應該用不到 可是也代表我第四輪不能出來好靈魂 抓姿 我沒有禿頭跡象啊 謝謝 謝謝 我朋友超慘的 就是 不過他也是因為 他 他就是 大學的時候看起來都還ok 然後一出社會馬上就 就完全完全 感覺出來 不過也不算太意外 因為他把也就 也是那個樣子 也是有 有一點凸 也不是有一點凸 就是 全部都沒 上面這邊都沒了 然後我同學 我朋友他第一更殘 高中就開始了 這樣怎麼可以解3-2 你解錯啦 都不知道怎麼跟你講了 這樣看起來是加4生命 然後換進去 然後我用英雄能力解到這一隻 這樣他就算用英雄能力也解不到這一隻 因為他一一如果撞進來的話 他英雄能力就可以解到這一隻 他現在需要一個額外兩點突發 我這隻我也解得掉喔 這隻我可以用這兩個解 用這個應該比用這個好 所以我是 應該是用這兩個解 其實我可以用槍銅來解嗎 用槍銅解好了 所以他現在要有一個LOE啊 你輸了 呃 4加 12 13 不對 加5 5加 14 15 16 17 18 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的話我應該還是要跟他換 然後下一個好手下 大概是把這隻換掉 我在想不到腳 腳抓緊 應該是在扣著 扣著來過嘲諷 所以我應該是腳抓緊 或是腳這兩個加英雄能力 把這兩個撞進來 然後英雄能力撞進去 然後下鐵匠 不要再戳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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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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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表弟也是 他爸也有點跡象 然後 他上大學之後 開始 因為就是他 他是那個 念子宮 然後就 每日沒夜 口頂喝可樂什麼 然後就 也是 很快就都消失了 唉 頭髮掉光了就離光頭啊 不然就要賣假髮 如果你想要很型 欸不是很型 就是 看起來 帥帥的之類的 就算是光頭還是可以很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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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怪怪 呵呵 應該在說喔 這要怎麼講 哇金色的憨宅 不要拿那槍OP卡打我 不要拿那槍OP卡打我 這槍超強 OP了 嘖 完蛋了 我起手槍桶 所以如果這是光榮犧牲 我基本上就炸了 也沒有那麼誇張 就我第四人就要繳灰子給他 來吧不要光榮犧牲 所以是報復 變成一個武士 那我等一下基本上還是繳 要繳揮擊吧 呃難玩啊 光光不等人 可能應該還是下這一隻啦 可是感覺要賭一把 假設他整裝備戰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最好 因為這樣可以順便把他一一給都掃掉 我去個廁所 好嗎 好嗎 嗯 嗯 還有秘密 揮擊其實還蠻重要的 沒有觸發 玩奴隸戰 瑞尚明明就上過傳說 那天還差很被你騙了 瑞尚明明就上過傳說 所以不是運動精神也不是懺悔 大概又是一張寶負 天啊 欸等等 先看這個秘密 不 因為如果上到這個上面的話我可以用野心之地接 這樣是12 假設他解掉這兩隻王怎麼辦 我需要 林地看守者 我 難玩哪 打臉 打臉的話我有機會回來 兇滿 好我算一下 呃 這邊是10 10加 8 18再加1 19 插10 呃我這裡可以場清嗎 加上英雄能力的話 哇 呃 沒有辦法場清 不過可以這樣啦 我再彈5滴 OK 所以這樣我剩7滴 然後等一下大概是下鐵鞍 會是咆哮 嗯 咆哮的話 應該會 會贏吧 14 14 17 17加8 25 不會 他竟然是29滴 不 這要靠我臉嗎 還有BUFF嗎 這樣他還是很賺 如果他還有BUFF的話 靠我臉 剩5滴 應該是要賭啊 應該是要賭啊 如果他有沈默的話 他還要再多一點傷害 我才會GG 然後我下一輪跑小應該會贏 如果有奉獻的話 也解不掉這隻 不 這樣奉獻會被解掉 OK OK 看起來是沒有奉獻嗎 16 19 所以基本上他已經知道他輸了 因為我用英雄能力的話 這隻就可以攻擊 那些人咆哮都不用了 所以假設 GG啊 所以假設 GG啊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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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怎樣呢? 像這邊是18,所以我可以打超過超多傷害 OK 無剩200 現在是 誒? 我們算200 就得魯伊 法師現在應該真的超強 法師應該真的超強 牧師的話要看選不選到費神祝福跟那個 這件術盾 這件術盾現在應該超強 哇!法師 看我 七場面就遇到了三場法師吧 應該還是要留聖靈看守者 啊 天啊 什麼時候才可以起手肉身殭屍呢? 我輸的那個法師是 第一輪是法律龍蠻錢幣肉身殭屍 真的扯翻了 來吧!出一個三二手下 我無論如何應該都會出這張啊 如果他出個二三可能不會 天啊 就這樣吧 假設我打臉的話 下一輪不用英雄能力沒差 可是他會再打我臉 所以我變成下一輪 下下一輪也不能用英雄能力 所以我...可是我現在四費五費手 我現在其實都有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打 一方面這兩點傷害可能不算什麼 另一方面 我下輪應該真的不會用英雄能力 然後 再者 他剩兩點傷害的話 我等一下可以用聖靈看守者解 避免我下下一輪被冰 哇 天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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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是出這個 然後就 給他轉 如果不這樣出的話 我大概一輩子都不能撔英雄能力了 他這樣轉進去之後 我下輪應該是把他引起冰 我們家獨戴薰摩冰 BOOM 他點一下就變5-6了 屁勒 他沒有點 可這樣還是蠻糟的 這樣還是蠻糟的啊 因為這可能是那個IFG 火焰稻草人 為什麼是翻火焰稻草人 好 呃 我先防個鏡像 不是鏡像 感覺就是火焰稻草人啊 機車耶 下嘲諷應該沒什麼用 我吃傷害 哇 好虧啊 因為他這樣 這樣子然後點掉然後這個撞進來就沒事了 然後他還有4點法力可以做他想做的事 沒有秘密 沒有秘密 所以我一定要留這隻 或者是我出出去然後看他 獨當沒有變陽光跟火球然後可以換這兩隻 應該還是留吧 然後他移攻 被烈焰的話他還會活下來 如果出這隻的話 會不會用火球全部解掉 當真 失誤 這樣好像好一點 這樣好像還好 不能用法術 不能用法術 是啦 這樣子6 不能用法術所以不能用這個 所以假設我要出這個combo的話 啊 嘖 假設我要出這個combo的話 我就要用英雄能力 然後再坦3滴 變12滴 應該不用考慮雙火球的問題 所以要嘛就是哀嚎加 冰封 不然就是哀嚎 應該是哀嚎加冰封還是比較好一點 順序沒有差 來哪裡也沒有差 擺哪裡其實有差一點點 假設他會給我 假設他有 會差一點點 我要看 也要看 到底期待 對面會給我什麼東西 坎林北沒有AOE啊 我看起來他也沒有 好現象 7歲的combo 想一下喔 覺得 要賭沒有烈焰嗎 應該要賭沒有烈焰啊 有烈焰的橫鼠都是死啊 不 還是個事物啊 跟我做交換 我愛搶劫 我愛搶劫 我更愛美女 我愛搶劫 可以現在應該已經很明確的知道他沒有火球也沒有烈焰了 紅鴻溪 我愛搶劫 等等 剩4滴喔 等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回3滴的話是 剩7滴 回3滴其實划算 這樣子會逼他要用這個 接這一支 然後 然後 還是應該賭沒有3點突發 有可能嗎 有 除非他剛剛抽到 該還是要賭沒有3點突發好像比較合理 而且我這支可以馬上解這個大怪 草縫 OK 我靠 銀鴻溪 好排隊不准插隊 好排隊不准插隊 現在這張其實也蠻有價值的 因為這可以很有效清小塊然後可以免會再丟到場上 這張後期牌 等一下喔 166 6 沒有野獸 6 789 當真 這樣就拚了 我必須保護這條 還是我要把這個 把這個傷害扣著 這樣法力剛剛好 給我去上班 把這個傷害扣著當作 突發傷害 這個體質也比較好 所以他只要沒有嘲諷的話 我等一下英雄一加這個就OK了 喔三小 水元素 這樣還是贏 OK OK 他排真順 還行啊 你還是你說我排真順 6-2 我剛剛最怕他的 什麼 魔法 標課 拿到 烈焰之類的 可是他 他應該也會怕類似的事情 不過他沒有場優 喔 等一下對面是一個 盜賊喔 現在是6勝了 所以通常對面會有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 理論上 我這一手牌應該是全流啊 森林看守者很好 然後 銀白巡邏兵 假設對面壓力不大的話也很好 我甚至可以考慮用潛逼出銀白巡邏兵 不過 也要看我有沒有抽到三費的牌 假設我沒有抽到三費的牌的話 我用潛逼出 森林看守者可能 還是比 銀白巡邏兵好 基本上還是要看他到底做什麼 不做事 不做事就 就帥了 我也沒抽到三費的牌 現在魚人 感覺很爛 就是當 因為現在競技場已經嚴重的 嚴重的不快攻了 嚴重的不快攻 嚴重到我可以用兩輪來接這個 傢伙 不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假設我剛用潛逼出 銀白巡邏兵的話 這個場會變得很有趣 他基本上已經浪費一張牌 然後被我的英雄能力直接吃掉了 我出個銀白巡邏兵 因為我現在抽到啟動 所以下一輪我可以 森林看守者啟動 英雄能力然後這個也可以攻擊 這樣是5點傷害 我直接被刺激銀白巡邏兵 主打AOE啊 這也灰搞不好他就直接輸了 可是我可以不灰 呵呵呵呵 你看到牌差逐漸在拉開啊 所以他如果有打到這麼高勝的話 打到6勝的話 我猜他一定有抽牌 他可能至少一張擊跑 如果不是擊跑的話他就要有一些更極端的牌 如果不是擊跑的話他就要有一些更極端的牌 然後這兩個解這一隻 假設我這樣解的話 就只剩兩點法力 所以其實不要好算 如果我用槍銅加這個的話 我是差一點傷害 所以我應該也是這個撞進去 然後出雪人可能好一點 這樣子的話他可以用雪人撞我的雪人 然後用英雄能力撞進來 把我的雪人撞掉然後雪人撞進低血 或是 現在這樣 這樣他是一個 5-3跟一個4-2 所以這裡會擊應該蠻恰當的 所以接下來就看他這裡到底有沒有擊跑 然後如果他擊跑的話我可以建立多棒的長優 他應該要有擊跑吧 4張 像我們基本上牌差的是2張 他是4選1我是6選1 血量差不多 所以他還是他的 牌的平均很好 他現在曲線也顧得蠻好的 看看喔 所以我可以硬把這張解掉 我應該是要硬把這張解掉 OK 蠻小的長優啊 因為基本上這隻他用連彈就解掉了 然後我們現在的手牌差距變成都是4選1了 我靠 我靠 死亂眼是靠這個 現在真的沒有能力解大牌現在節奏超慢 2加2加3吧 2加2加1加4 4加1加5 3加1加5 3加1加1加2加4 8加1加2加4加2加5Y 4加124加1加2加5Y 你沒有爆刀的 等一下這什麼 不是吧 剛剛好啊 什麼鬼啊 這我也是服啦 這就跟我下一輪神抽 那個 兇滿有的拼啊 六勝出場 嚴重的不快共識 就你看熔火都可以這樣慢慢出出來啊 因為大家都是 打礦場然後打消血 整個感覺競技場META都改變了 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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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 破壞者 邪惡挑釁者 看起來是只有拿到一張新的 欸 應該只有一張新牌吧 現在這些應該 我之前的新卡 那個 賽季獎勵的金卡 這是賽季獎勵的金卡 OK 壓倒性 沒有新牌啊 這些都是賽季獎勵的金卡 好 我們來打 RK 天梯囉 他忍好久 對啊 他超扯的 對 我都在想他 他不知道有幾張圖圖啊 呵 我們應該是用 這一副吧 金龍沒放中間 對啦 金龍可以防 背叛 可是現在這一副 有點 不夠力 現在 我覺得 Meta 其實有 那個 天梯的Meta 有點 變得比較慢 不像之前都是 一堆聖氣 衝來衝去的感覺 我們可能用巨人樹嗎 我們先用巨人樹打打看好了 不過這也不是最一開始 這一副有兩個故洞 比較補一點 然後少帶一個靈魂空隙 先用巨人樹打打看 說起來蠻慚愧的 原先在 一出生我是R15 然後打到R18 因為那時候我就 就一直用法師跟獵人相接 每日啊 然後就掉到R18 呵呵呵 不過也有些都在 比較那個 狀況 精神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玩也有差 欸我怎麼用法師 等一下 我不是要用巨人樹 man 對面應該不是快攻 然後他應該還有一個 兩個秘法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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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應該還沒有人研發出控制裂這種東西 其實我覺得法師可以玩 叫做法傷法師的,因為有一張牌是 那個跟法傷有關的 帶狗 風雨者 平皇放在人的頭上 這樣基本上要繳一個秘法飛彈 這也是蠻衰的啦 這也是蠻衰的 三發 啊,他是快勾 好啦,所以接下來是看這五點傷害啦 這五點傷害不給力的話 大概就守不住啦 五點傷害清掉 這個的機率 是五分之三嗎 五分之 二分之一 沒中 QQ 這樣這隻就被清掉了 除非他打我臉,也是 不大可能 他應該一定要清這一隻 接下來就看廢刀手表現 兩件 戰好兩件 所以他現在可以,假設他是中速的話,雖然看起來不大可能,他現在就可以出獅子 一頓上他應該不是中速 哇,直接下沉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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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獸基本上我清不光 所以應該先點這一隻,因為這兩個都野獸,然後我沒有打算要清這一隻 謝王納斯我是帶來 抵抗一些比較控制的流派 然後把,原先是帶兩張烈焰,現在帶一張西瓦跟 一張烈焰 現在看起來如果這是烈焰的話,效果應該蠻好的 哇,當真沒法術啊 我想想 我想想 這樣是12點傷害 9點 如果出西瓦的話,我這邊會成,假設我不解的話 是3加3 6 11 加13 13 極殺命 就GG,所以我不能讀 所以基本上一定要解一張5-3 然後野獸基本上我清不乾淨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 這樣 我基本上一定要點掉這一隻吧 你可以不點,可是這樣他就會直接這樣換,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定要點 然後我應該把這個丟出去,想辦法站場丟 然後這個先打烈 應該就直接換掉吧 第三命令節 OK OK 我在考慮出要不要出法律龍曼會好一點 因為法律龍曼會一一的話 得心一手 等一下神抽火球應該會贏 他現在場上沒有野獸,所以我相傳出來還蠻安全的 因為他要噴掉一張擊殺命令 因為他噴掉一張擊殺命令 可是他有帶山羊母人耶,真超怪的 所以他也是稍微偏中速一點 對方法律龍曼會一張擊殺命令 這樣子出出來之後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找 我們應該只要找 4點傷害就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還是要找火球 寒冰劍還是不夠力 寒冰劍 等一下喔 所以其實我可以把這個點掉 然後這個撞掉 然後頭這一隻 這樣好像好一點 閃小 好啦 給你二分之一的 禮遇 一切劃為虛無 一切劃為虛無 我想 假設我先寒冰劍的話 其實比較好 因為假設他丟到我的希望娜絲 我希望娜絲就會偷到那張 現在不跟我換 為什麼不跟我換 對所以我先寒冰劍那個 爆炸 爆炸之前比較好 不是後寒冰劍 因為假設他直接炸到西洪娜絲的話 就偷到一個完整的7-7 那也沒有出好 快攻會帶防護機嗎 會 靠臉 5點生命 哇這樣好像會輸 看一下 不會 這樣死 可是也很難贏就是了 少一隻狗的話 會好一點 希望那隻那個手 爆炸博士影響力還是蠻大的 我以為這場穩的說 好多 鏡像戰 這樣我就可以 這樣應該要解掉所有野獸 這樣應該要解掉所有野獸 這樣可以防另一張擊殺命令 1 2 先換一隻 1 2 3 4 這樣蠻長 這樣蠻長 有的話可以放1 2 3 4 5 6 6隻 所以基本上他在神仇放狗就輸了 假設他沒有神仇放狗的話 所以其實我把這隻換成這個應該會好一點 所以如果剛如果這個撞進這裡的話 然後改出巫師應該會比較好 反正大家都看下一輪而已 火球我到底死到哪裡去了 撞炸炸彈 頭寶寶 也是喔 撞炸彈比較好 對耶 撞炸彈其實比較好 是嗎 撞炸彈 撞炸彈 可是這樣就少5點傷害到臉上 少5點傷害到臉上其實還蠻大條的 可是理論上我們看到一個7-7的爆爆應該就不會輸了 所以那裡我也沒打好 剛剛不知道我是就慌了 現在中速聖超夯的 我也不知道在夯什麼 可以留一個烈焰火炮如果他是秘密聖然後又有報復的話 我們留一點火炮就不會農到什麼好東西 可是如果他是中速聖的話我們留一點火炮就不會農到什麼好東西 飛刀手跟鏡像也算是有點小康 加進小康 騎手有法力龍蠻的話 打勝騎就很好打 理論上 等一下 他沒有錢幣 這我也是有想過啦 這就犧牲一個鏡像 這樣也行 這要先秘法飛彈還是後秘法飛彈 這要先秘法飛彈還是後秘法飛彈 該怎麼做 先秘法飛彈吧 不知道到底哪個答案還是正確 可是這樣被奉獻超虧 因為這樣被奉獻實在太虧了所以我就把飛刀手換掉了 先秘法飛彈是我在賭 兩顆秘法飛彈 先秘法飛彈是賭兩顆秘法飛彈解掉那個 耳 或是三顆秘法飛彈把聖盾撞掉再解掉耳 他是中速 超南龍來的蠻即時的 超南龍來的蠻即時的 當真 所以很確定他沒有 很確定他沒有奉獻 現在可以 假設我先出的話這會變成5-1然後 就可以等於說再打他臉5滴 他就只剩9滴 他看起來現在已經解不完了 他這樣剩12 最好的狀況 現在這是3這是5 5加 有他有可能會輸 嗯 充充看嗎 充充看貓 讓我想想 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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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整體這樣你還有救嗎? 這樣他抽到什麼東西才會猜會沒救,這樣他就沒救了啊。 R16就很硬了,R18。 主要是因為現在是月初,所以像R10,R10幾的話,我傳說是從R15開始,所以這裡可能是R1,R2,R3之類的人,相當於R2,R3。 或是R5,看他們是怎麼分配的,對面應該是龍墨,也有可能是抗萊姆,比較少見。 對上龍墨的話,烈焰火把我靠用。 來吧,R24嘲諷龍,其實竟然是縮小射線,這樣代表他不是龍墨。 應該不是吧。 應該不是吧。 可以。 可以。 這樣讓我下一輪可以,這兩個搭。 直接按影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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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要偷偷看它。 我們可以蝙蝠說的。 他錢幣用了嗎? 錢幣用了嗎? 錢幣用了? 還是期待一下他有手下 可是他現在其實生命基本上不會增加喔 仔細一想 如果沒有打中的話就在鏡像 我這隻有可能會被偷走 假設我鏡像的話再推兩點傷害會稍微比較穩一點 接下來我用火球大概就可以把他打爆了 假設我要留鏡像的話就是我第七輪想要 應該說第八輪想要做這個combo然後再拿一顆火球 還是再拿一顆火球感覺最穩 這有可能被卡巴偷走 這樣是147 好像有點出錯 我應該要先用飛刀手射 先用飛刀手射然後再把兩點傷害推到臉上 除了很衰都沒有推到臉上 因為那樣我下回合兩個火球他就掰了 趁他現在也是幾乎是掰了 好 神聖星星的話剩7滴 神聖之火 10滴 可以 寒冰箭 GG OK 真的想玩暗幕喔 對阿 人家想玩暗幕 想出審判者 審判者跟那個沒有搭配喔 審判者只跟基礎英雄能力有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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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跟炎魔也沒有搭配 跟 還有誰 賈拉克設施也沒有搭配 這BZ證實過了 如果有搭配的話 就是BZ自己出Bug 呵呵 對面應該是 中速或是快攻 那基本上我還是要當作 他是快攻來打 因為他如果是中速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博中之間 如果是快攻的話我可能稍微 可以G一點劣勢 然後就看我拿到什麼牌 他第一輪沒有出牌 應該就是中速了 這樣的話我應該要留錢筆 然後第三輪跟 想辦法跟幻炎法師 就是換人者搭配 嗯 太多換人者了 希望進一張 以廢法術 不過難度還蠻高的 不 這樣就要改變策略了 呵呵呵 不是狙擊 狙擊的好處是很快的可以拿到那個 就大家基本上一定會出手下 所以很快可以拿到 哇 解掉了 解掉只代表 他很怕我會換焉者 直接繳擊殺命令 我加在這個檔面 這樣我就用火球機的這一隻了 直接繳擊殺命令 直接繳擊殺命令 我加在這個檔面 哼哼哼 這樣他感覺是混合裂 機車 這樣會被rush掉 中 拜託 這還蠻困難的 兩個一起 兩個一起挫肢 哼 他應該會秒 打我臉 糟糕啊 冰凍 被放狗一撥就爆炸 這樣被放狗一撥就爆炸 假如射到這一隻的話 假如沒射到的話 呵呵呵 沒射到應該就GG了 呵呵 哼哼 他現在打我9滴 放狗的話 一定爆炸 開吧 9滴剛好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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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幾張麥迪文 一張 哼 帶一張麥迪文 呃 剛剛那個組合 對上剛剛那個組合 我基本上我必須要有鏡像體 然後他必須要 沒有放狗 呃我要有 不是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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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鏡像 然後他沒有放狗的話 他沒有辦法很有效清鏡像 然後我才能夠止血 熔木反而變成很少見了 基於某種不知名的原因 我打了幾次魚 以後遇到熔木 結果都遇到其他其他東西 大部分都是正常的牧師 哼哼 熔木 馬德 馬上被打臉 呵呵呵 這樣好處是 等一下他可以變3-3 可是熔木的嘲諷龍是24 馬德 呵呵呵 呃 值得嗎 可以出寒冰劍 我覺得抽牌還是比較好 嘖 想抽一個儀歲法術 這樣我會被痛 可是熔木好像不會帶痛 他這裡可能會選擇治療 治療之後他剩3D 我可以用寒冰劍劍 他如果撞進來的話 這是什麼鬼東西 這樣他虧大啦 再繳 繳火球給他 這樣他還是虧大 這樣他還是虧大 嗯 繳火球 嗯 找人兵劍囉 不 他還有錢幣嗎 我這隻會被卡巴走 他應該會帶一張 一兩張卡巴 啊 喔還有火球啊 大大 你要爆啦 啊 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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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再推5點傷害進去了 其實應該是6點 可是應該不用 不用再推6點傷害,拿來結場還比較好 直接痛 這樣代表沒有 沒有卡8,神聖星星 沒有 10 你應該是爆炸了 你先看看這會不會給我一個法傷的傢伙 火山鼠人 這樣是12 只是以費手下的力量 446 是436吧 麥迪文時間不好抓,龍牌搭配 牌太多 他 他 蠻衰的,他沒有拿到4費36 他如果拿到4費36的話我就沒有火球可以解了 就會很尷尬 就在我火球用完之後他如果再拿到4費36的話 就很尷尬 或者他純粹是覺得 二四在廢輪之後會 比較大隻 那我會比較難解,也是有可能 怎麼又是牧師啊 我會比較難解 鏡像 鏡像可以留一張 等一下,兩個法衣龍門起手好像超強 突然驚訣 這樣基本上逼他一定要痛一隻或是馬上解一隻 而且我又後手 這樣有一隻一定是 超強 我甚至可以貪心一點 超貪心 想一下喔 應該可以貪心一點 這樣子我第二輪的play是 巫師 錢幣 法衣龍 慢鏡像 看起來我不用做那麼 機闖 Oh my god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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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this build your body 這個 。 直接秘法飛彈比較穩啊。 下一輪他還沒有。 下一輪他還沒有那個。 我可以犧牲一張啦。 犧牲一張其實聽起來還蠻好的。 下一輪他還沒有神神星星。 其實我犧牲一張比較好。 我犧牲普卡的。 這一輪他還沒有神神星星啊。 哇沒有看過。 16。 基本上我要放神神星星。 嗯…… 其實機率還蠻低的。 就是三個都打在上面然後我用武士換。 我會打到兩下啊。 當真沒有神神星星。 這樣我起不是賺翻了。 那我上次那位置。 那我打擾了。 我將其他進行大部分。 我將對方搞定。 我將對方代表走。 我ARROW provide你方形式。 我會噴到你的臉書。 開始 人要出來了嗎?治療之環抽兩張 算你很 嗯 曼迪文 這樣代表他AOE真的很少 這是三件 這是一件 三件 三件吧 畢竟他還沒有神仙星 就算這三件都沒中 我還是可以用火焰衝擊劫 天啊 然後我可以賣迪文回來 我賣迪文回來會超多意義 OK 把攻擊力拉高控制在四點咧 玩這副有沒有抽到幻 有沒有抽到幻眼沒那麼重要嗎 呃 其實還蠻重要的 可是我剛剛完全沒抽到幻眼對不對 是因為對面 對面也很卡 剛剛對面超卡 對面他第二輪 他沒有兩費嘲諷的那隻龍 然後也沒有四費嘲諷的那隻龍 所以他變成只有一些 一些碎片 所以我就 基本上超順 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有沒有幻眼 因為我其他的這些 飛刀手跟紫羅蘭還是有一定的搭配在 然後法律龍曼也有 一定很搭配 而且 這副後手基本上法律龍曼 就已經保證是一個1費23了 好 好 好 謝謝妳 好 好 好 有抽 剛剛有抽到幻眼的話我應該更順 因為剛剛我抽到一堆一費法術 像這裡的話我應該要採取比較近攻的路線 因為基本上他的法力龍曼已經是一個23了 所以我必須要想辦法讓他錢幣的價值越低越好 我被截掉一個手下 還有!這應該是鏡香 寒冰劍 這樣我們兩方牌都很少那就是看誰有秘法之力 神抽 所以他這一輪假設用火球點我的話他可能就會 OMG 這是什麼啊 還是要避一下啊 這樣基本上這應該是鏡香 對啊也不可能是火焰島草人也不是複製了 也不是法反 OK很好 所以現在我用 我先出這隻 然後應該是鏡香 然後再煉火炮掉 OK OK 他有煉火炮 我兩張法力龍曼都出完了 這也有點要比安東尼 他帶伐木機 爆炮 他把氣死了 你都ز了 這應該要截場啦 嘖 這不知道意義何在啊 呵呵呵 不 他應該要點掉這一隻啊 這樣有點糟糕 他手牌漸漸續起來 這有點詭異耶 吃了 射吧 混蛋 他語音是這樣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用這個多拿一顆火球 可是他現在一顆火球都還沒有出 然後也沒有出一張烈焰 他到底脫撕裂了 所以其實還蠻有可能他有一個 這要不要烈焰啊 這應該是最好的烈焰 總不會再有更好的烈焰 腳一顆火球還是把這個犧牲掉 我沒有任何機械 還是把這個犧牲掉 用這個想防他的安東尼啊 然後留這個下來我安東尼也會比較好 這是火球嗎 這是火球嗎 OK 所以他繳掉一顆火球 安東尼基本上就很安全了 OK 換我囉 他應該沒有帶治療啊 所以基本上我應該是贏了 不過你這裡就可以看出來金卡了啦 壞處 就他知道我手上有 如果我沒有掀出這顆的話 就知道我手上還有火球 所以我要先出這顆 是我要先出這顆 怎樣才會把傷害最大化 應該先出這個 因為這樣會拖生一個EEE出來 然後也可以防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一輪圍抽的還不錯 因為我兩顆火球都有抽到 15的寶箱 15的寶箱 15寶箱 接下來是應該今天最後一場 我剛剛還是有抽到一次幻眼 不過對面應該也是玩幻眼 的combo 這應該叫法師天梯 幻眼 幻眼法 現在R15 現在R15 我是從R16開始的樣子 對面是 獵人 最近這幾場都 起手都還蠻好的 除了上上場 還在上上上場 應該在上上上場 其實有點糟糕 這樣我第三輪想要裸下幻眼者 是 最慘的應該是熊陷阱吧 到了 我看到我的蠻眼神 也沒站在 我看到我的蠻眼神 是 我看到蠻眼神 在那邊 你 我 哇這塊弓殺,是塊弓嗎 耶,中了,這樣就爽歪歪了 這樣應該就贏了吧 所以剛剛的關鍵是在我第一輪有,第一輪有法力龍曼 他應該要敲我臉啊,他不敲我臉的話他沒有,應該是沒救了 三小 OK 再衝一次嗎 應該是GG吧 下輪是兩顆火球 三顆機器 硬解 三顆機器 這樣就7 三顆機器 應該是贏啊 除非他有快速射擊 然後再接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我其實可以秀死王之一給他看 我可以把這兩隻撞進去,然後出死王之一這兩個英雄的東西點他臉 十五 嗯 這些故事 我會擁有作戰 這是你最長的 劉飛到手是因為,別無選擇 就是這麼慘 劍真章時候到了 你到底是哪一種聖 啊這個花可以點掉 我剛剛怎麼做到啊 等一下 什麼 你是中速聖 第一輪 第一輪就可以知道你面對哪一種聖騎啊 掛秘密就是秘密聖 他有錢幣 沒有辦法,一定要這樣下 拜託中一發至少 至少 OKOK 天啊 如果一發都沒中的話被奉獻就 虧翻了 啊 我還是玩cflip吧 一二三 稍微 我會要不弄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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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壞出是我這幅牌面已經沒有嘲諷了 被縫線會爆炸 沒中了 哇,天啊 OP啊 他是中促聖 我記得這一點,他是中促聖,所以他有 他有金虛關COMBO 所以我下輪應該要出西馬納斯 他如果現在出金虛關COMBO的話 這是第二張整裝備戰嗎 有可能 好險沒射中 這樣我應該還是下西馬 解飛刀 或者是 繼續出小手下 然後多接一個1-1 寒冰劍 覺得應該出西馬 然後解飛刀 他可以全部還進來 這樣就 不用煩惱吸黃納斯的問題 這還解得掉 嘖 嘖 可是 他這裡可能會有爆爆跟 跟老佛爺 這樣就麻煩啦 這樣子可能會輸啊 應該會輸啊 應該會輸啊 沒有 他有貓頭鷹 各種棘手 看 是時候 應該是火球這一支 另一個問題是我要不要出發又慢 出好了 這樣沒有 沒有砸到這一隻的話 沒有砸到這一隻也不太好 現在尷尬點在我沒有法術 他再否定下來就GG了 給我一張烈焰好不 給我一張烈焰好不好啊 回來 有 OK,可是我現在手上沒有龍了 有飛到手好像比較糟 我兩張龍都除掉了,所以基本上這個應該沒有combo 理論上 打冰箭 哇,還是有死亡之聲耶,可是他要拆而已 他應該不會帶熊貓 我沒有龍啊 手牌中,所以是當時喔 所以是當時的手牌中 這張還蠻有趣的 這次死亡之聲無論如何都會顯示 從這裡開始應該就沒有救了 我另外一個獲勝條件是安東尼拿到一堆火球,然後爽爽結場 或是抽到我唯一的烈焰 GG喔 應該是沒救啊 中速剩猛猛的兒 中速剩猛猛的兒 比賽 這 iba 應該是不可能贏了因為 我沒有嘲諷嘛 所以會晉使者基本上就是 一定打到我點上了 對啊 雖然我出這張灰晶石,我剛如果出這張灰晶石的應該還是會結啊 不知道怎麼對抗中速勝 好啦,該去跑步了 只能沒有音樂 因為放音樂的話YouTube就 就會爆炸 不是啦 YouTube就會那個沒有 沒有辦法播廣告 對啊 好啦 這個謝謝大家今天收看啊 如果想播音樂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放YouTube啊對不對 反正我也都是放YouTube的音樂 這個謝謝大家收看,那我們下次見應該是 等一下,今天禮拜三喔 今天禮拜三喔 所以我昨天以為 我昨天以為昨天禮拜三 然後我今天以為今天禮拜四 然後我今天早上還在想說 怎麼這麼快就禮拜四了,然後想說有個東西禮拜五要 做出來可能會來不及 所以今天禮拜三 那我明天會開台 呵呵呵呵 我還以為今天禮拜四耶 我還以為昨天禮拜三 好啦這個 那我明天會開台 明天 明天 明天一樣應該是 八點半左右 OK 好啦 那這個謝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明天 明天再見 掰掰 剛好今天沒有下雨色跑步 咳咳